嗨大家好我是桃子 这个视频呢要跟大家分享我2021年最爱的十本书 大家久等了这个视频终于来了 2021年我一共读了97本书 从里面精挑细选的十本我最爱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最想推荐给大家的书 这次推荐的书啊小说随笔历史艺术漫画都有 我依然会按类型分享 然后我在推荐每一本书的时候会在旁边写上我是几月分享过的 大家如果想看这本更详细的书评的话 可以去看对应月份的读书报告视频 OK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介绍了 要挑出2021年份让我印象深刻的书 我首先就想到这本平面国 这是一本让我读完疯狂推荐给身边朋友 给我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然后改变了我看待世界方式的一本书 这一本介绍多维空间国度的各种制度啊 以及生为相关故事的科幻小说 它脑洞超级大 讲故事的方式以及故事本身都很特别 在这个多维空间的世界里啊 有一维的直线国 二维的平面国和三维的空间国 故事的主角呢 是生活在二维世界平面国的一个男性 而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呢 主要介绍的就是平面国的生活 这个平面国啊 是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二维空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里面的一切都是平面的 包括你住的房子啊 或者是那里的人都是扁片的 比如说女性是直线 致兵和最低等级的工人是等边三角形 职业男性和绅士是正方形啊 然后五边形 贵族则边数越来越多 而最高的阶层呢 则是一个非常接近于圆的一个多边形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呢 就介绍了一维和三维世界的设定 以及这个来自平面国的主角去过了三维的空间国和一维的直线国以后 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世界观发生的转变 这本书的描写方式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它的文字很生动考究 而且独特的行文风格让人感受不到 这竟然是一本1884年的书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哦 是在空间国的一个球给平面国的主角解释什么是三维空间的部分 他说你还记得吗 我可以看见所有事情 所以我能看见你脑中留下的直线国的幻影 你还记得当你进入直线国的时候 你在直线国王的面前是一条直线 而不是一个正方形 因为直线国没有足够的维度融得下你全部的身体 你只能以结线的形式出现在直线国里 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你们二维国家也融不下三维的我 你只能看见我的横截面也就是一个圆 哇这个形容是不是特别的有画面感 它真的是简单又清晰的让我理解了二维还有三维世界的关系 这个知识点就这样掌握住了 后来呢我看了一些纪录片 也有讨论维度的概念的 提到了三维世界时四维世界的投影 当时我就立马联想到了横截面的这个描述 虽然我很难想象这个投影具体是什么样的 感觉还是有点抽象啊 但是我能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 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 它让我想起了我开始能欣赏茶呀 手冲咖啡的那个转折点 对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转折点 它对我的影响不只是阅读过程中的愉悦 增加了一些小知识 然后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它真的还在持续的影响着我 后劲特别特别大 书中描绘的这个世界观啊 主角升为降为的种种经历 包括书最后的结局走向都非常的启发我 在看其他作品的时候 经常能练项到平面国 觉得如果没有看过这本书 可能我会很难理解现在我所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之前我推荐过的西达多里 其实也有一个情节是 西达多认为佛陀乔达摩的智慧 不能通过知识的传授教育的习得 只能通过自身实践感悟感受到 这句话本身还挺抽象的 读完有点似懂非懂 然后我就想到了 平面国里其实也有相似的情节 就像空间国的球 无论怎么解释 都没能让二维世界的主角理解什么是立体 因为二维世界根本就没有立体这个概念 根本就没有这个维度 那么当球把主角带到空间国以后 他一下就明白了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以前只能靠推测 才能知道形状的家人 和现在之所见相比 之前的推断和想象是多么的无力 所以西达多认为智慧的获得 只能通过亲身感悟而非习得 这个概念现在看起来就不那么抽象了 你去过了 见到了 自然就清楚了 总之呢 这本书介绍的很多 因为这本书在2021年 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 我也想把它推荐给你们 希望他也可以给你们增添一种可能性 第二本小说呢 是笔事 这本讨论婚姻关系的小说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故事讲的是一个已婚男人 他本来有很幸福的婚后生活 和妻子关系也很融洽 他为了完成妻子的心愿 甚至暂时放弃梦想 去做他不喜欢的工作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他的妻子开始对他冷淡 甚至反感抗拒 他们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疏离了 他却一直没有搞懂其中的原因 我的妻子为什么鄙视我呢 这个谜团是一直压在主人公心里的石头 他带着这个心里的谜团 做了各种试探和猜测 读者在整个故事中啊 跟随男主一起在找答案 从他们的婚姻生活相处的细致末节中 试图找到其中不和谐的因素 以旁观者的姿态观察他们的婚姻生活 作者的语言通俗有趣 特别的犀利 整本书读起来是非常非常顺畅 或者说是畅快的 他所描述的呢 是一些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一些扎心真相 作者在书中透彻的分析了婚姻关系 冷酷的把现实摆在读者面前 婚姻关系中的种种细节和问题 被作者通过这个故事 讲述的非常生动和具体 看完这本书呢 不禁让我思考在婚姻中妥协 不一定能换来对方的尊重 这种妥协如果能够挽回破碎的婚姻 或许是一个好的结果 但其实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节 所积累的失望 可能需要更深入的沟通 从根本处着手解决 仅仅用妥协是无法修补的吧 这个关于婚姻的书 我去年还读到一本我很喜欢的 就是弗陋拜的包法利夫人 语言也非常的犀利 非常直白的去戳破婚姻 或者是爱情中的谎言 本身的故事情节也很精彩 有很多关于两性关系的金句 非常非常的推荐 但这本笔试 它的切入角度很特别 而且给我非常畅快的阅读体验 所以我最后还是选了这本 下面一本算是旅行随笔记 叫做空谷幽兰 比尔波特我觉得可以算是我 2021年的一个年度作家了 去年看了三本他的书 都很喜欢 他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作家 他常年在中国旅行写了不少介绍 当地风土人情的旅行书 以及寻访宗教人士探究他们生活方式 和生活哲学的书 今天我也看了一些关于禅修 宗教方面的书和纪录片 这本可以说是带我入门 开始引起我极大兴趣 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这本的内容是作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亲身探望隐居在中南山 华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 需要当地的道观 隐士的茅屋对他们进行采访 对隐士的生活现状及道教的发展 处事哲学等等 做了比较细致的描述 书里还有很多关于历史人物的故事 也很有趣 很长知识 独安会发现 原来我们这么多熟悉的人物 都是道教的代表人物 比如孙思淼 华佗 书里最最吸引我的是他所传递出来的那种人生态度 这本书虽然和宗教有关 但是我觉得介绍的内容是非常开放性的 它并没有局限于宗教的教育 而是以作者个人的体验为出发点 引申出了很多人生哲学 还有处事态度相关的内容 读起来也很轻松 书里整体的哲学观念 其实和人生中很多道理都是共通的了 所以无论信不信宗教 我觉得都挺值得一读的 提到人生的修行 这里也要再次推荐一下 我刚才也提到过 我12月分享过的西达多 也是富有哲理会影响人生观的一本书吧 下面这本是书店四季 2020年书店日记就是它的前一本 在我当年的全年最爱里面 然后2021年没有意外 它的第二部书店四季我也很爱很爱 虽然它其实就是二手书店店主的 一篇篇有点流水账的开店日记 但是我真的就是好喜欢好喜欢 那些开书店和书腻在一块日常 我没有开书店不能直接体会 但是我通过读这本书体会到了 读的过程有巨大的幸福感 就那种和书还有和书中的顾客 店员很亲近的感觉 这本书和它第一部书店日记一样 就是一出我就要立刻入手 然后一到时候我一天都不能耽搁 迫不及待马上看完的那种 当时读这本书的那两天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干 就想一猛子扎进这本书里的世界 这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这个作者的读舌吐槽我也很爱 书里除了遇到特别奇葩的客人时的搞笑小故事以外 也给读者展现了经营一家书店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收书啊 然后举办书室啊 等等有趣活动的细节 那除此之外呢 作者还在书里不定期推荐一些他在看的好书 比如说他推荐过好几次的 《凡人之心》 我2022年一定要读起来 反正呢 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去这家书店看看 想和里面每一个充满个性的店员做朋友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读书 喜欢逛书店 那我非常非常的推荐这本书 下面一本非普通读者 这也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关于读书的小说 大景也读了这本啊 我俩一致认为 虽然他的故事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就是读起来特别的享受 特别的幸福 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你的下一本书要读什么 那我非常非常推荐你试试这本 他的篇幅不长啊 读起来轻松有趣 特别能激发阅读语 为什么叫非普通读者呢 因为书里的主人公是一位女王 故事讲了女王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书结缘 然后疯狂爱上了读书的故事 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 说话习惯 也改变了他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 为什么这本书读起来让人感觉特别亲近呢 我想了一下 大概是因为虽然主人公的身份如此的特殊 但是作为读者 却可以和我们自己有如此多的共同点 作为读者的我们是非常相近的 如果女王刚开始经常不知道要读什么书 就是瞎选或者让别人给挑 但是他渐渐发现啊 书与书之间是彼此相连的 自己开始不断的接触新的领域 找到新的兴趣和爱好 是不是特别有共鸣 然后就发现根本没有时间 读完自己感兴趣的所有书 这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吧 女王爱上读书以后啊 遇到的问题 读来也特别的熟悉 她爱上读书以后呢 被身边的大部分人所不理解 甚至很多人阻止她阅读 因为他们认为阅读是自私的 也没有任何用处 只是逃避 消磨时间 或者是个人享乐 而女王对抗外界的态度和做法呢 也很有意思 这本可爱的小书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下一本书呢 叫做外滩影像与传奇 这本书来自陈丹燕的外滩三部曲 它让我印象极其的深刻 这是一本非虚构的影像家随笔集 配合书中一百七十多张珍贵的上海老照片啊 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上海滩几十年的变化 关于这里的人 这里的老建筑 还有这里的旧事回忆 但这本书绝不只是一个上海著名建筑啊 人物的介绍讲解 作者对上海的了解 加上它特别生动的文字 让一个个故事都鲜活了起来 从宏观的一个城市发展 到细节处上海人民生活的变化 随着作者的文字 可以看到上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故事 它这个书里有很多小细节 非常非常吸引我 作者通过大量的走访和调研 结合上海的历史 可以说是为读者构建了跨越几十年的一座桥梁 讲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像那些老建筑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呀 当年是做什么用的呀 发生了什么故事呀等等 有些还通过照片展示了老建筑 近百年的一个外观的变化对比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 很多昔日辉煌的老建筑 现在已经冷清落败 但是通过它的文字仿佛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灯火辉煌的热闹景象 大家都知道我对上海相关的故事历史都挺感兴趣的 这一本呢可以说是满足了我极大的好奇心 总之呢它比小说要写实 又比纯历史介绍生动很多 作者的语言有时候特别犀利 有时候又是富有诗意很浪漫的 可以说是用它的文字为我们展开了一张上海历史地图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陈丹燕的作品 或者是你对上海的历史故事感兴趣的话 很推荐从这本开始读起 这本书是我12月刚刚读完的 当时就觉得肯定会在《全年最爱》里出现 它是一本介绍古罗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书 特别的通俗易懂 非常非常的有趣 其实上学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历史 后来对历史感兴趣也是因为读到了类似这样的轻松 但是有趣的历史书 作者阿尔贝托安吉拉是意大利的古生物学家 作家和记者 也是当今意大利最著名的科普工作者 书的内容是作者带你亲历公元115年 古罗马的24小时日常生活 像各阶层人们房子的装修 然后房间工农的设置 人们日常的饮食穿着 古罗马的牲畜 奴隶市场 不明的大狱场 原型竞技场等等都有介绍到 它是按一天的各个小时来介绍不同的地方和场景的 真的就像你从起床开始在那里过了一天一样 非常真实还原 作者的语言特别特别的生动 而且它这个度把握的特别好 不会过于娱乐搞笑 但是又足够有趣 让你读着读着就进入了书中的那个世界 好像边游览就边学到了很多的小知识 书里的图其实不算多 但是看文字描述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12月的读书分享里 我当时给大家分享了关于用尿洗衣服的内容 这里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罗马大狱场里好玩的小知识 作者说古罗马人人都会去大狱场 你们知道大狱场里的东西有多么丰富吗 比现在那什么海世界好玩太多了 它里面除了正常的洗浴按摩以外 还有游泳池 剧院 图书馆 什么竞技场 健身房 等等等等等等 哇这简直太酷了 当读到这个大狱场 竟然有图书馆的时候 我真的是震惊了 而且你知道吗 它这个图书馆是很正式的那种 很多书的图书馆 而且在图书馆的中央 有大型的白色大理石书桌 很多人会坐在书桌旁 阅读这个时代最具权威的知识来源 狱场不仅是提供躯体欢愉的所在 也是滋养心灵的场所 简直太幸福了吧 就是写着写着澡 中间还能去看看书什么的 而且还有很大的桌子 这简直就是一个理想中的图书馆 有没有 如果你对古罗马的生活好奇 那一定一定要读读这本书 跟你们强烈推荐一下 下一本书呢 叫做如何解读中世纪艺术 这是一本艺术类的图文书 特别适合满足好奇心 长长知识 书中对艺术品的视觉呈现方式 我特别的喜欢 它的印刷效果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加分 读片清晰 而且面积也很大 所以让你能够看清楚细节 而且颜色也非常的好看还原 这种书我一般都是每天看几页 比如说早饭的时候翻一翻 就有一种云逛博物馆的感觉 这本艺术图文书精选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 38件中世纪艺术杰作 包括绘画呀 雕塑啊 金属制品啊 什么手抄本 彩色玻璃 还有挂毯等等 对读者展现了800多年欧洲中世纪艺术的全貌 内容聚焦在欧洲中世纪艺术中常见的主题和故事啊 它们大部分都取材于圣经 还有其他的宗教文献 书里还很贴心的有很多细节的放大图 可以让你看清这件艺术品的整体外观的同时呢 它会分部分在详细介绍上面所雕刻的图案的相关故事 上面人物的形态动作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文字的讲解也非常详细 配合图片和历史背景故事 让我们对一件艺术品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书中对比如圣母玛利亚啊 耶稣的不同时期的雕塑作品做了一个比较 这样也能让读者更了解 同一形象在不同主题还有背景下 为何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风格差异 我平常会比较刻意的在日常阅读里面 插入这类艺术或者是历史的书 我觉得可以和我常看的一些小说啊 等等纯文字的书有很好的一个互补的效果 而且穿插着看也刚好可以调剂一下心情 内容也不会在脑中混掉 而且可以在碎片时间长长知识 读起来是特别有意思的 这本呢就是我今年看过的艺术图文书里 我最爱的一本了 推荐给大家 下面这本呢是推开红酒的门 我今年看过好几本日常爱好类的书 比如说酒啊咖啡啊茶呀 这本关于红酒的是我最喜欢的 像书名说的一样 它真的为我推开了红酒的门 那我看完可以开始试着品品红酒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本会常年在我书架上作为参考的书 在我看这本书之前 我其实对红酒就开始感兴趣了 但是了解的不多 我当时翻了很多很多网上的小干货啊 什么短视频 但是真的都太碎片化了 我脑子里对于红酒还是一团浆糊 所以就找来这本书读读看 这本书呢系统的介绍了葡萄酒的基本知识 还有品鉴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对葡萄酒小白非常友好 适合入门还有种草 它从基本的酿酒原理开始讲起 再到酿酒步骤啊 底层逻辑 七大品种还有产区 最后呢是像酒居的选择呀 存酒行酒的一些注意事项 餐酒的搭配 就是这些非常实用的内容吧 里面还有很多常见的误区啊 小问题的解答栏目 以及酒装酒款的推荐 特别特别的实用 我当时真的是边读边mark 就是真的标记了很多 而且它的语言一点也不枯燥 就在讲专业知识的时候 也举了非常多很形象的例子 让人很好理解 所以看这本书 就不会让你感觉是你在学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你虽然有点感兴趣 但是看着各种原理呀 图表啊 就头大的那种 让人望而却步 这本书呢 就让我很轻松的开始入门 并且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有一种边玩边学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对红酒也感兴趣的话 那我非常非常推荐这本书 最后呢 是一本今年最爱的漫画 在挑今年最爱漫画的时候呢 我在这本《美丽黑暗》 到那套我也非常喜欢的《梦之囚徒》里 纠结了很久很久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最后呢 还是选择了《美丽黑暗》 因为它所传递的内容太不一样了 真的是让人看过之后就忘不掉 而且回味无穷 这本我当时四月推荐完啊 好像有不少同学也去看了 后来有很多人私信或者是留言跟我说 他们非常喜欢这本书 它是一本反乌托邦的《暗黑童话》 真的是非常的阴暗腐坏 就是那种全员恶人的感觉 所以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 这绝对绝对不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书 内容讲的是一群小人生活在 看似欢乐明亮的森林里 但小人们呢 开始一个个死去 表面欢乐童话般的氛围下呢 整个世界却在慢慢的腐烂变质 这本书最酷的地方在于它的明暗对比 看起来有多童趣多欢乐 那里就有多腐败多邪恶 我当时的书评里说啊 越是坏到死就越要笑着告诉你 每个人脸上都那么的天真 恶意却满藏在心底 包裹在鲜艳美丽的森林外壳下 人心堕落 关系变质腐坏 残酷的现实在默默的发生着 作者夫妇在采访里说啊 他们想构建一个向下流淌的世界 所以这必然不是什么积极向上 无忧无虑的完美童话 这是一个直面现实中的恶的故事 我看书的时候 觉得那种腐烂的臭味 都要溢出画面的那种感觉 哇这种反差感 让你震惊的同时 真的是有一种不适感 但是又看着可别刺激 可别刺激 而且整本书的画风呢也很好看 人物长得也都特别的可爱 所以在翻页的过程中 突然翻到一个特别黑暗的场景 就会让你哇 后背一凉就下了一机灵 视觉冲击效果非常强 就这本呢 当之无愧我2021年最爱的一本漫画书 OK以上呢 就是我2021年最爱的十本书了 希望有给大家种到草 如果你们读了我推荐的好书的话 欢迎留言或者私信跟我说 我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OK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 以及给我点个赞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